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和大家讲讲 西方和俄罗斯合作的这个太空战 这个空间战 这个空间战其实在轨道上已经很多年了 我们大家都不记得有多少次俄罗斯的货运飞船 把这些补给的这些产品运到这个太空战 这个太空战这个skylab在我们的地球上赚了多少千 并且上面总随时都有五六个科学家在工作 那么这个空间战这么长时间它有什么成就呢 这个空间战还大概用多长的时间呢 这个是我们讲讲 那我们今天讲这一段节目的话 主要是看见了有一个英国的一个宇航方面的一个天体博士 本身也是个宇航员叫Michael Fowle 他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因为他到空间战去过好几次 他分别做美国的这个运载的火箭 和做俄罗斯的运载火箭是上过这个空间战 所以他应该是最有能力的 这个Michael Fowle他本身是在NASA 他在美国国家宇宙航空管理局 他在NASA已经参加过六次的这个航天的任务 那么并且他一共在太空的轨道上一共待的时间是整整的一年 他曾经早年做过美国的Space Shuttle 就是航天飞机 也做过俄罗斯的这个我们叫联盟飞机 就是Saiuz这个飞船升空 在俄罗斯的和平站在MIR上面生活 并且担任过国际空间站的指令长 他并且完成过四次太空的行走 穿着俄罗斯和美国的太空服一共执行了23个小时的太空的行走任务 并且呢有一次呢在太空外面走了八个小时 这个完成了历史上最重要的这个哈勃望远镜的这个修复的工作 所以呢这个人是了不起的 那么这个这位学者呢他是眼观了有一件事情 也就是在1997年的6月份 当时他在俄罗斯的MIR就是和平宇宙战上兜留的时候 当时俄罗斯的另外一艘无人驾驶的货运这个飞船 叫做进步号叫Progress 那么这个飞船呢在补充燃料到MIR的时候这个撞 然后呢这一撞呢就撞坏了一块太阳能电磁板 并且呢撞坏了空间站的外壳 这不得了因为空间站是人类长期在空间呆的 那么这个给他一下撞坏了这么一个部分 那么所以在这样呢警报响起空气开始泄漏 那么电力供应被切断 那么空间站还出现自旋就自己打滚 那么所以呢这个Foller和另外两面俄罗斯的这个队员合作 将这个Syuz的救生船呢准备完毕 并且关闭了这个被撞坏的MIR的这个客舱 那么所以呢这个Foller呢就利用物理学的原因 算出了这个空间站旋转的速度和地面的人员 把这些信息联系然后启动了发动机 然后再把这个稳定了下来 所以呢再这样的就挽救了这个MIR 这个和平号的空间站 这个一次撞了以后 这个船的确受到很大的一个损伤 那么最近我们知道大家呢就说 这个空间站是做得非常成功 证明了人类可以在空间上面待很长的时间 并且可以完成各种生活的科学的任务 并且也能够在上面能够过生活 过上一年之久 对自己的人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那么现在大家要提出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空间站 这么棒的一个和平号空间站 它现在状况怎么样呢 我们知道美国太空总署也就是NASA 它的固定的投资的期限到了2024年 你知道2024年以后 美国政府再没有预算去投给这个太空站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有史以来耗费最大的国际的宇宙站 这个和平号空间站 那么将会结束它的工作 那么并且呢 会将和那个进步号 就是一个宇宙飞船 连接它的这两个 一起呢都会被从轨道里面把它抛下来 也就是在太平洋上空摧毁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美国政府不做出一个应急的处理 给予在2020年以后新的这个投资 这个世界上的最大的最长时间的空间站 和平号米尔就将会在2024年就摧毁了 这就是这么一个节目 谢谢各位